眼前这条大金链子出土于2018年青海的穴位一号大墓中 这座古墓就是大名鼎鼎影视小说中称为的九层妖塔 刚发现时它被泥土混合在一起 此时根本看不出它是纯金制作而成的文物 本来考古队还以为是一个青铜链条 没想到的是清洗干净后发现竟是金灿灿的大金链子 这样的发现让考古专家十分的兴奋 因为这座古墓早已被历朝历代的盗墓贼无数次的光顾 此次穴位一号大墓抢救性的发觉 它们根本没想到有什么收获 里面有价值的文物估计早就被洗劫一空了 但在古墓中一个角落的土堆中发现了这条总长两米多 重700克的大金链子 虽然深埋地下千年但它丝毫没有半点褪色 后来经过检测发现它的纯金度达到了惊人的99% 这样的纯度让所有的专家震惊至于感到匪夷所思 大金链子两头相有大量天然的绿松石 工匠在方寸之间将宝石打磨得十分光滑并排列有序地镶嵌在卡槽内 金链子两端每端都焊接一条钮扣挂钩 以便手尾相连 它由三条编织精巧的金丝组合 每条长度大约在87厘米上下 而它的总重量超过了700克满满的土豪感让人眼前一亮 大金链子的出土让专家们对牧主人的身份十分好奇 但由于出土的文物没有任何关于牧主人的有效信息 功夫不负有心人 最终经过两年的挖掘后 在这座古墓中发现了一小块印章 可是上面的字迹早已模糊不清 将它送往北京后经过特殊的药水 才让印章上面的字迹显露出来 外甥阿柴王之印 此时专家们终于发现这座古墓的牧主人 是土拨十七甘青一代古代鲜明的图腾之一 他就是阿柴王与其王后死后的牧葬 也难怪有这样奢华的大金链子陪葬 后来专家组一致将这条大金链子评为国家一级文物 而根据金链子本身的纯度重量 在如今市场上可以卖到三十一万四千三百八十五 如果按照文物价值绝对市值上千万 真没想到考古队在无数的盗墓贼 将穴位一号大墓洗劫一空下 还能简陋这样奢华的文明